续航突破2000公里 百公里油耗两升 跟纯电差不多便宜了 比亚迪就是要终结游戏了 5月28号晚呢 比亚迪发布的第五代电脉混动技术 并且同步发布了7LDMI和海豹06DMI 这在消费者眼中呀 可能只是两款好车吧 但是呢 在合资和国外品牌眼里 确实妥妥的终结者 因为它的性能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昔日巨头 能够达到的上限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最直接的案例 比亚迪的第五代混动技术 发动机热效率达到了46.06% 这是什么概念呢 目前啊 全世界主流的发动机热效率呢 通常是在30%到38%之间 以省油著称的几个日本巨头 能在科研条件下达到45%左右 但是量产呢 也就40%上下 而比亚迪46%的效率 等于超过了想象的极限 另一个案例 是比亚迪的上一代混动技术 油耗呢 是百公里四升 这在节油上已经是独步江湖了 那按照正常的经营逻辑 比亚迪只要是小修小改 维持领先地位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代混动技术 靠着高水平的发动机热效率 和92%的三电效率 将油耗生生降低了30% 掀了自己的桌子 造了自己的反 这意味着海豹和琴啊 加满一钢油呢 续航能够超过2000公里了 这个成本呢 和电动车相当 而且呢 还加量不加价 起售价依然维持在10万以下 再次狠狠地背刺了老车主 当然了 比亚迪的技术呢 在先进 他的国产老对手们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 比如吉利的下一代混动技术 热效率呢 也能达到46% 但是呢 外资品牌已经完全跟不上速度了 性能被超越 智能化被吊打 性价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上半年的价格战 让外资的心啊 提到了嗓子眼 那么这一次比亚迪掀起的技术战 已经让外资的心彻底死了 数据显示 近01到4月呢 比亚迪累计销量93.95万辆 同比增长了23.24% 秦家族和海豹呢分别是6万辆和1.5万的月销量 而这波技术升级之后 可能再度大涨 在中国引发同级合资车的崩坏效应 所以比亚迪年销量突破400万 跟本田等巨头并驾齐驱 已经不再生梦了 几年前 每个月稳定销量 3万多辆车的比3万 到如今几百万的巨头 比亚迪飞速成长的背后 是中国新能源产业 从前学森时期的规划 到30年的预言折服 再到爆发的一个缩影 几个日欧巨头在海岸边建了几座工厂 就能够垄断一个国家汽车市场的旧时代 已经落幕了 新时代里 中国的新能源 正在以传统巨头看不懂的速度乘风破浪呢